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认为自己的善业太小不值的回答 所以感到很不好意思啊 因为对方是这个佛陀的大弟子 所以他不好意思再配搓 就回答中尊者 我没有故事没有功绩没有文法 仅仅保护了实语 如实语的实语 真实语的实语 之后呢 沐建年又来到其他宫殿门头 询问来来往往的天神 结果呢 天神也同样遮遮掩掩掩 不好意思 后来呢 推迟不过呢 才对沐建年说 尊者 我没有读过故事 我只是过去被打骂的时候 克制了自己的愤怒跟怨恨 因此我得到现在的成就 其他天神也陆续回答说 尊者 在我看到甘蔗地的时候 曾经供养一位比丘甘蔗 我供养过一颗柿子 我曾供养过一根小黄瓜等等 他们讲述了各自做的微巧的故事 并且总结说 以此种种的行为 我们得到现在的成就 这个故事是从哪里出来呢 是从这个把聚义柱 把聚经的这个注解 如果大家觉得故事很好 你还有更多把聚义柱的故事 在我们这个香荒庄里的杂志里面 大家再去香荒泥生团的到场 请找去来看 那我们说回来 刚刚那里的小故事 供养一根小黄瓜 说真实语 克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随便生气 不要随便乱骂人 只是做这样 就足以让你来世做天神 大家觉得这件事小小行为吗 克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随便生气 事实上是很不容易 开车 在路上开车稍微一碰撞 有人一下车就骂你了 你眼睛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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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说 对方有没有眼睛瞎 眼睛有没有瞎 不知道 但是 当你说出 你眼睛瞎的时候 当下这个恶业 这个恶的伤害 就回到说这句话的人的身上 所以呢 这里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真正让这个夜 夜暴微小广广大 小小的行为 但你得到的果报 却是大大的这个核心点是什么 真正影响它的因素是什么 一定不是一根小黄瓜 还是十根小黄瓜的问题啊 不管善的夜还是二的夜都会微小转广大 它那个关键核心到底是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段话 佛陀曾经教导 做善业之前要具足前思思想的思 前思中思后思 善业才会更圆满 也就是说 做善业之前要对做的事认真准备 做善业时专注保持善心 做完之后对自己很满意 对做的这件事情呢 善业也很满意 相反的 倒过来讲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呢 不甘不愿 不情不愿 做的时候呢 混杂了很多不善心 做完之后呢 很多懊恼 尊悔 后悔 那么你就算做的这件事 一个善业 好的行为 也会因为你这个前中后 不善的信念的夹掌 那你这个火爆感的什么 感的很小 很准 关键也不错 非常明显 就是我们的心 你的善心 会让这个小小的善的行为呢 微小转发大 那你问什么是善心 善心是很容易知道的 就是当你的情绪 你的感受 是很欢喜 好 台语说欢喜就好 欢喜欢喜 这个欢喜 很轻奋 很狂喜 呼吸 很自在 很放松 这就是欢喜的心 欢喜的心 你的感受是这样 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信念的检验 这是很容易 你很容易感觉得到的 你今天做好事 好的行为 奥巴妈 写个碗 擦个桌子 不甘不愿 你又轮到我 说好话 你今天报告做得很好 可是心里怎么想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会 只是我没有这个机会 这都是重面的心念 大家不要忽视这些 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心念 因为内心的作用力是非常的强大 它是真正的核心 所有学法的人 一定要真真正正体会到这一点 就是你的心 是全部的关键 有一次我在路上 总是遇到一对老公子 他们就看到我 就跟我说 哎呀师父 我是来这里找他儿子 结果身上的钱没有了 还要坐车要回去 不知道怎么回去 我可不可以给他们一点点车钱 这个当场我也没有想很多 钱我也没有很多钱 我就想我这个 你包里面拿多少 拿一张的百块给拿 那个老夫妇一离开 我们就开始想 哎 他们是不是骗子啊 啊 哎呦 给那么百块 这都给太多啊 再给我一百块 哇 我是不是很笨啊 我是不是被骗啊 嗯 这些信念很后悔很懊恼 一把佛给了太多了 五百块给太多了 这都给一百块而已 一路跟着我 回到这个寺院 三十分钟都还没有停 大家想一件事情啊 就是不管那对夫妻 是不是骗子 我既然都已经给了这个五百块 都给出去 我那个三十分钟 种种的信念 对这件事情 有没有改变 没有 我就是五百块已经给出去 但是 这三十分钟 这些种种的追悔的念头 傲恼 生气自己 不担心 我损失的 不是那个现实 看到的那个五百 而是这些 无数负面的信念 在整个业力往来看 那个台币五百块 完全不整理 不保持 所以遇到事情 尤其是你觉得是负面的事情 你要让自己 赶快迅速转变你的信念 要向上思考 不要让自己 掉进这个负面的情绪中 这是一种能力 这就是获得幸福的能力 要让你的心很快的转过来 转变你的信念 大家要来学动 你会得到很完整的教 那今天跟大家听 一种方法叫什么 叫做忏悔 忏悔 忏悔 大家马上又会想到什么 想到忏悔就是 我想到我自己做错事情 哎呀当年怎么这么不懂事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么笨 人家一说 我就详情他给了五百块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那样 哭哭啼啼啼 如果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情绪跟练和当中 这个也是不笨 真正的忏悔 是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且面对自己的错误去改善它 相信自己一定会变好 重点是你整个过程的心 一定是平静自在清凉 是一种重担放下来的一种 轻松 忏悔已经会给你带来 很放松很轻松的感受 这才是真正的忏悔 那真正忏悔是什么 我们说这个Podcast的时间有限制太短了 我们今天聊得到这里 大家可以密切注意 相关离生团各道场 最近都要办这个余兰盆法会 大家去参加 法师们会带给大家一起白餐 一起来体会 唱会之后内心的清明跟平静 大家去参加 大家会有更实际的课 在这个结束今天的Podcast之前 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重点 第一 念的重点在于心 念的重点在于心 第二 保持正向的情绪向上思考 是获得幸福的能力 保持正向的情绪向上思考 是获得幸福的能力 第三点 忏悔是一种保持善心善念的好方法 忏悔是一种保持善心善念的好方法 我是静曲法师 这里是来临相关 未来我们的忆愿 再相聚 再见 感谢你的聆听共学 愿香光宝藏一路陪着你 前往内心向往的方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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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